敦睦舰队这次出任务 没想到官兵身陷染疫风险 这次的责任到底由谁来担呢 国民党立委吴思怀在今天晚间 透过直播表示 国防部长颜德发曾经说过 他在之前就跟蔡总统报告这件事情 而总统是表示尊重 但是听起来整段话都是外行话 因为尊重这两个字 不存在指挥体系的指挥链里 总统只要知道就等于是拍板这项任务 而且军事会谈一定会有完整的逐字稿 总统如果才是也会有公文 到底谁决定通通都查得到 曾担任国防部作战次长 管理敦睦舰队业务 国民党立委吴思怀直言 言德发没说实话 但其实总统本人被问斗时 也是这样说 国防部长对总统的例行性的报告 那已经做成的决定 那总统就应该是予以尊重 尊重这两个字 不存在指挥体系的指挥链里面 第一个知道 第二个同意 就得是他拍的版 尊重就等于拍板 吴思怀要蔡总统勇敢扛责 他跟加码透露 敦睦舰队出行与否 国防部和总统的会谈 决策过程都有所谓的开会记录 逐字稿 军事会谈一定有逐字稿 第二个一定有总统的指财室 这个指财室是要发公文给国防部 外交部条委会有关的事情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资料可查 不止吴思怀对总统依据尊重提出质疑 兰尾也是怒气冲冲 获利全开 开什么玩笑 荒唐至极 总统又不是路人甲 哪里有尊重的道理 老共军机来了 大炮打来了 要不要作战 作战计划给总统 难道他签两个字尊重吗 国军放音破功 让兰尹捡斗 敲除了就责业 必须痛定思痛才能赢回 国人信息 这欢迎欢迎蔡台报道 感谢观看